来自南方都市报博报 4月25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 在此回应不许喝粥言论 他表示 网上的讨论范围超出了他的想象 但只要有人知道这些事去做了获益了 那就起到了作用 4月22号 张文宏受中国驻印度大使邀请与同胞进行了交流 期间张文宏曾再度回应喝粥言论争议 表示在上海病例的治疗中 发现营养程度越好的患者 越不容易发展成重症病例 因此他呼吁大家要吃高营养价值的食物